为三桌订婚餐费瞧不定 亲家变冤家 新人结婚总要半桌宴客 跟大家分享喜讯 但如果为此闹饭该怎么办呢 台北一名诚信男子 准备和同居女友结婚 但就在举办订婚一室时 女方索讨三桌宴客餐费 遭她拒绝 双方弃了争执 女方妈妈一气之下 我女儿不嫁了 男子告上法院 要求女方退还洗饼礼服等费用 共57万元 女方家长解释 按照习俗 男方本来就该给压桌礼 男方却认为 订婚由女方负责 结婚才由男方支付 最后法官判定 女方已经支付20万元 而且结婚仪式没有完成 加上同居不等于结婚 判女方不必赔57万 但全案仍可在上诉 董新闻亲家变冤家报导 订阅 写自己的卡并 我遇到 课记 Eve 和 我 大